肯定这里面指出了什么问题 他说不出来 是因为这个方案是我的 甲方的报价是1200万 工期是8个月 我们的盈利是3000万 好 不错 这个内容就交给你来做 对 你是 我是米粒 有人才不用 怎么禁用些庸子 这个方案我一定全权到米粒来负责 盗用别人方案 无视公司规章制度 今年的奖金 你不必拿 算是给你个警醒 我来接你吧 宝宝 不用了 你天天开车那么累 再省了 你不是送了我一辆小摩托吗 原来米粒的男朋友 是个开车的司机啊 还送小摩托 什么小摩托 那可是第二联名款Vespa 也要40万呢 走 今天我请大家吃饭 请吃饭 哟 亏我还真以为你找了一个富二代谈恋爱呢 居然送个小摩托 真是笑死个人 你那个包也是假的吧 都送小摩托了 怎么可能买得起爱马仕 可能就是假的 这也太丢人了吧 小摩托怎么了 经济又实惠 要不我带你兜一圈 别 你这个车 怕是花了你男朋友一个月的工资吧 我劝你啊 省着点骑 免得骑坏了 没钱修 这车40万 一天的工资差不多 哇 代代你换新车了呀 这车很贵吧 看这就不便宜 哎呀 不贵 也就小几十二十万吧 待会儿我带大家去吃饭 米粒 你快把你的小摩托开走啊 等着我车出不来了 我交了钱那评论不能停这儿 自己车开不出来是你技术问题 我才不管 你不挪是吧 那就别怪我了 代代 你干什么 别给保险公司打电话了 不就一个小破摩托吗 这儿有两千块钱 买你这个小摩托 都绰绰有余了吧 不用谢啊 这一车你赔不起 哟 这什么车呀 还让我赔不起 我再要看看 你这破车棒笔有多贵 麻烦你们过来一趟 外壳的擦伤比较严重 需要全部更换 大约十万块 十万 这么贵 这就一个破电动车 怎么可能 这是第二年名款 目前市值四十万人 怎么赔 代代不会赔不起吧 胡说是什么呀 给我几天时间 我会说给你的 行 我们快点吧 还吃什么 快点快点 嘿你们 老公 他果然是被人保养了 还好我来接你了吧 明天我陪你一起来 正好我去视察分公司 好呀 明天总裁要来分公司市场 到时候主要先 要好好地说